嘿,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開箱 原液的景觀噴灌控制盤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我們的景觀控制盤一樣也是一個 自動控制的一個電盤 它這上面是 切到偶弧齁 它這裡面也是一個 電池開關在控制 我們時間到了 它就會做一個機池的動作 這上面 這個一次側是電源 那二次側就是接到 這個機池開關 那機池開關的二次側 再接到我們的 五馬力的噴灌馬達 那噴灌怎麼控制 噴灌它是有一個 噴灌控制器 這個是噴灌的控制盤 那上面 上面它的規格是225的 20安培 那它電流保險是 放在中間 那它有一個變壓器 要供下面這個 鈦碼去控制使用 我們這個鈦碼就是噴灌控制器 那這個控制器的影片 我之前的影片 有做一個詳細的教學 可以再翻之前的資料 那控制器的裡面 它是長這樣子 它裡面還有一層 它裡面有分很多區域 我們的區域像 這個控制器可以連到22區 然後這個是變壓器 變壓器控制 感應Sensor 這個上面這個Sensor 就是下雨天的時候 它 澆灌的那個感應器 碰到雨水 這個感應器時間到了 它就不會自動澆灌 這上面有區域 那連到下面端子盤也是區域 1到19區 Sensor在最左邊這個 Sensor感應 下雨天 它就自動停止 時間到了 它就會開始自動的澆灌 那這個切到自動的話 它就會自動噴灌 那如果不知道怎麼操作 它旁邊也有說明書 那澆灌呢 它也有做一個單線圖在旁邊 我們的噴灌控制器在這邊 那這個 左邊這個盤 就是剛剛那個 電池開關在這邊控制 那噴灌控制器就是我們的鈦碼 時間到了 它就會繼續做一個噴灌的啟用 那噴灌啟用它會讓 這一個 電池開關機池 機池的話 這個馬達它就會啟動 那水就會抽到 我們的 電池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噴灌的灑水 這個是噴灌的 控制盤的 電路介紹 這個是噴灌馬達 手動測試 現場手動測試 讓它啟動 啟動 啟動之後它這個 就會啟動 啟動 啟動 啟動之後它這個 啟動之後它這個 啟動它就啟動了 啟動它就啟動了 壓力 壓力就跑上來了 一直以來 這裡 它這個 它的 它的馬達還有一些控制器在上面 這是馬達的這一 裡面 這裡 上面的馬力在這邊 無馬力 最高8.5R 我們的便秘機可以調整 它自己設定得好 給大家分享一下 噴灌系統 然後抽我們的雨水 當作嬌花持用 好 今天的影片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讚右下角按下帳門 下次見